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讲前特别加了手语问好 因为这一场是勇给名就任波切 全球巡回红法十年来第一次邀请到听障朋友 大师美意听障朋友反应很热烈 现场老中青三代都看得到 这一位就是从台中赶来的 那么佛月要怎么用手语来表达呢 好奇就来看看 请到资深手艺员曾景娟来翻译 大师的禅修快乐之道 听障朋友吸收了多少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苦恼都会开始教导我们 还告诉我们看到的食物其实都是空的 这很重要 要把对的事物的执着全部去除 不能封闭起来 自己要快乐 这是大师第二次在台湾公开讲学 去年用音乐 今年改用舞蹈来阐述禅修的精髓 由云门舞级创始团员吴肃军担任艺术总监 透过舞蹈 龙俊团团长表示 这让听障朋友会更容易进入禅修境界 舞台上舞蹈演出成了一幅画 有人对文字不了解 可以透过这幅画来看懂 而顺利完成翻译任务 张景娟也松了一口气 今天的那个翻译真的是责任重大 看到刚刚看了那么多龙人 觉得好高兴 自己还是平常心辣 就是照正常这样子翻译 但是真的需要两个翻译员这样轮替 讲学结束临走前还不忘用手语道再见 这位妙语如珠的禅修大师 让听障朋友实际体验到佛学 原来这么平易近人 记者陈修林郑凯文台北报道 因为剑脚健保费而遭到健保局索卡 不能持健保IC卡去看病的高达60万人 在其中有37万人 是经济困难的弱势族群 为了要保障这些弱势民众 他们的就医权利 健保局公布了一项安心就医方案 18岁以下青少年及儿童 还有静贫护 以及遭受家暴的妇女 就算欠费也不再索卡 为了避免有人投机取巧 等到生病必须就医时 才去缴纳健保费 健保局会把基欠健保费 三个月以上的民众列入健保卡 锁卡的对象 目前国内约有60万人被锁卡 不过其中有不少人 是属于经济有困难的弱势族群 为了保障这些弱势民众的就医权利 健保局公布一项安心就医方案 即日起 18岁以下青少年及儿童 静贫护 以及遭受家暴妇女等欠费者 一律解除健保卡锁卡 这副受不住家庭呢 可能他们不是静贫护 他们可能只是 一时间的特殊境遇所造成 那这样总计呢 我们放宽了这三类的解卡之后 大概总共有37万的 被锁卡的这个保险对象呢 可以受到解卡 日前有民间团体提议 二代健保应该直接删除锁卡 健保局表示 有部分不缴健保费的人 并不是经济弱势 他们曾经清查发现 有人年所得高达400万元 却还是基签健保费不肯缴 因此基于公平性 不考虑废除锁卡的措施 对此都保盟还是认为 健保局应该定出明确的规范 才能保障弱势民众的就医 从其他的管道配合 不管是帮他做合理的分歧 就要卡在这样 依照他的能力还款 不管一个月缴100块 还是一个月缴1000块的 他去还款 其他的不符合的他都锁卡 这项新制度实施后 预计有37万人受贿 至于这些若是民众所欠的费用 健保局将采用先记账的方式 并不影响就医 但特殊禁预者当情况改善后 仍需补缴这段期间的保费 健保局也预计一年清查一次 至少给这群被锁卡者 一年的缓冲期 接着欧雅于应累齐台北报导 在带营来看 有社福团体举行了一场 很特别的运动会 参加的选手 都是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小朋友 虽然没有一个灵活健全的身体 不过他们还是很卖力 其实透过早期疗愈的服务 这些小朋友更有机会 发展自己的潜能 慢慢站起来 在爸爸的搀扶下 四岁的小云很卖力地低下身体 钻过呼拉圈 得到罕见疾病 艾伯特是症的小云 出生时手指和脚趾都连在一起 上下二也因为难以密合 走路和说话都有问题 不过在经历七次的手术 再加上及时的早期疗愈 现在他可以行走 可以自己吃饭 甚至还能说话交朋友 很多像小云这样 先天有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小朋友 周日通通来参加这场特殊的运动会 在老师和父母亲的拉拔下 克服障碍 缓慢地迈出第一步 老师说这些孩子的学习 黄金期在三岁以前 只要有专业的协助 他们的情况都会改善很多 就是软趴趴的这样子 你真的是也不会说 也不会吃饭的 也不会坐起来的小朋友 经过这样的 给他一个时间 一年 一年半 两年 他会走路了 会自己吃饭 会说话了 但基金会也表示 虽然早聊很重要 不过现在政府益住的经费 不到实际需求的一半 经营并不容易 也因此他们只能靠募款辛苦支撑 毕竟这些急需复健的孩子 不能等 记者临近平谢麒文 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熬夜对身体很不好 手语的结构是 熬夜睡不身体弱 从天黑一直撑到天亮 就是通宵熬夜的意思 熬夜对身体很不好